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一度传出接获了炸弹威胁 还好后来证实虚惊立场 波士顿爆炸案后全美风声鹤唳 案发现场拉起封锁线 警方和见识人员忙着搜证 CNN记者守在现场连线连了好几个小时 警定案情最新发展 从各地传来的讯息众说纷纭 爆炸案嫌犯还没逮到 但在国会山庄和白宫接连 即发有毒信任的嫌犯科提斯 已经确定落网 波士顿和华府一个是学术重症 一个是政治中心 威胁从没停过 波士顿法院之前也惊传 接获炸弹威胁 法院大楼内员工一度全部疏散 加上昨天洛杉矶一间电视台 也接到恶作剧电话 需要引爆大楼内三个爆裂物装置 经过警方证实全是虚惊一场 但也不难想象 在爆炸案之后 国安单位高度戒备 全美都绷紧神经 波士顿爆炸案伤亡惨重 而且受伤的数字还在增加当中 那么其中也包括了一名 中国大陆的女学生也受伤了 与医生介绍 她目前的身体状况还是比较稳定 这个是她刚才写的这个 我什么都好不用担心 好那么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参赛者 还有市民到现在来说 都还是鱼迹有蠢 好当然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 当然是心情格外的沉重 先为您介绍节目来宾 那么在现场为我们全方位点评的是 英文望报总编辑卢卢卢总编辑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请总编辑跟我们一起来看到了 就是在这个恐怖阴影 现在呢可以说是笼罩整个全美国 风声鹤唳之下 就连美国总统欧巴马也都收到了 致命毒素信件 那我们稍后还会讨论到就是 这在今天这个德州肥料工厂又发生大爆炸 死伤恐怕更为惨重 当然这没有办法证明和波斯顿爆炸是相关的 不过在美国境内 目前我们可以说这个恐怖攻击的威胁 已经再度升高 是的 这次的升高 我觉得对整个美国来说 气氛尤其是特别的影响特别大 那么我们如果回顾一下过去这段期间 有关恐怖攻击在美国 这个国土里面所发生的状况的话 会发现说这次的恐怖攻击 真的是大概是911以来 规模最大 然后也造成的影响最大 那么其实我觉得外界都在思考 还有美国本身国土安全部的人 他们也在思考的是 其实从911以来 我们美国对于国内的 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的防范 是加倍的升级 升级的非常的多 已经相当严密了 对严密到很多到美国去旅游 怨声载道 对或商务的旅客的怨声载道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那其实不是只有对于旅客 它对于国内相关物品的管制 包括说像钢珠 或者说化学药品 或者说是任何 可能可以拿来制造爆裂物的 这样的一个材料的管制 也是非常的严格 那么如果说在这么严格的状况之下 都还能够发生像 这一次马拉松的这个爆炸案 这样的事情 那说实在的 对于整个美国的恐怖 防范恐怖攻击的这种 这个性行备受打击 是的 备受打击 非常的大 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 就是不久前 这个宾拉登才刚刚被击毙 然后也在这种状况之下 还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想对于整个美国 在防范恐怖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上来讲 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必须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还能怎么调整呢 这个说实在 还真的不晓得 比如说正本清源 是不是对这个 总统世界的 对 因为过去我们都认为说 对于宾拉登 这个是他的 整个恐怖攻击的一个源头 然后只要宾拉登 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那个恐怖攻击的威胁 就减少 那是不是也因为 宾拉登问题解决了以后 他们认为说 更加升高了 是不是 或者说是美国本身的 防范恐怖攻击的这些人 是不是有松懈了 其实这个很难去判断 因为防范恐怖攻击 这毕竟是一个 高度机密的一个活动 那么对于我们外界的人来讲 对我们来讲 只是说造成很多的不方便 不管是在旅游商务 或者说是购物 或者还很多 包括签证方面的问题 其实都蛮麻烦的 那么这些问题未来 你会 我们会发现到说 应该是更严格了吧 对 一定会更严格 而且这个严格 恐怕会 会应该算是 应该会是 有史以来最严格的 我们看其他国家的 这个恐怖攻击 你会发现说 大部分的恐怖攻击的 比如说炸弹攻击的话 大部分的地点 都是处在一个特定的目标 或者是不特定的位置 但是人不会太多的地方 因为什么 因为一旦人如果太多 无辜的人太多的时候 它会引起的 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共同的这样击分 其实也因为 过去也曾经因为 商级无辜太过严重 而导致很多国家 不敢去庇护 这些恐怖攻击分子 恐怖分子 那么这个对于 恐怖分子来讲 它在政治上的考量 是必须要有 可是这一次的 这个马拉松的 这个爆炸事件 最特别的就是说 它是在一个 大规模的集会场 进行这种 毫无目的的 这种炸弹攻击 而且它伤及的人数 实在是太多 而且这个当然 死伤非常严重 我们现在知道 有大概一百多人受伤 轻重伤 其中很多人是 重当到必须要截肢 那么还有很多 可能还会有生命的危险 陆陆续续的 所以这整个事件 对于过去 他们防范恐怖攻击的 这个手段来讲 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过去很少会注意到说 在大型的公开场合 用这么严重 这么爆炸力 爆炸力这么强的 这种炸弹 来进行炸弹攻击 所以未来 在这种公开场合的 这种恐怖攻击的防范 对于美国国土安全部 或者说相关的情治单位来讲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项目 而且会很不方便 而且跟过去的经验来看 比较起来 其实这一次 还没有任何的恐怖团体组织 出面说这是我们做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想联想到过去当中 大家所认定的 所谓的那种 是不是真的恐怖分子 所谓 那也有可能是美国境内 自己相当激进的白人 现在来说 以过去 主持人刚刚提到的 会有恐怖组织 出面来承认 有些联想 承认说这是他们做的 那么这种状况 一般来说 大部分都是国外的组织 那么国内的组织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般比较不太会出来承认 所以也因为 因此又有很多专家来判断说 进行这次炸弹攻击的 应该是美国国内的人士 那当然这些传统上 我们都认定他们所谓的 极右派的人士 那么或者说他们对于 某一些特定的政治人物 或者说某一些特定的事件 他有反感 比如说像我们那天 这个炸弹爆炸当天 就是因为那天爱国日 那么几次的恐怖攻击 都挑选的 在爱国日这样的时间 那这个时间特别是对于 跟这个右派来讲 关系特别密切 所以根据种种 这个迹象判断说 比较有可能是在国内的 这个境内 对就是美国境内的人士 所以到目前为止 他还不太会出来承认 对那我们因为 从这个调查发现 越来越多激政也都出来了 包括我们看到 嫌犯他使用杀伤力 非常强大的 这个压力锅炸弹 比如说在现场看到 是冒白烟 等等钢猪弹 这些种种的线索 可以从这些 先锁定一些对象吗 我想有关于 这种犯罪 就是爆炸事件的 事后的追查跟证证 这个都相当高度的 这个技术的问题 我们一般没有实际去摄入的人 当然也只能从表面上 现象来判断 现在他一定是追查 整个包括这个锅子的来源 包括说这些 比如说像钢猪蛋 或者是碎片或刀片 这一类的东西 其实在美国社会当中 有一些地方是可以买得到 但是当你要频繁的 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是很容易引起注意的 因为店家其实 他们对这种东西的警觉性 其实都相当的高 还好这次用的是黑色炸药 黑色炸药照理来讲 它的整个爆炸力量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这为什么 它要用压力锅 加强它的 就是主要加强它的威力 那黑色炸药是还可以买得到 那如果说 比如说像黄色炸药 或威力更大的 比如像塑胶炸药 这一类的东西的话 在美国现在要购买 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整个的制作上面 并非属于 这些人恐怕 不太会有军事的背景 所以也不是说 像有媒体报道的 就说这一类的炸弹 可能是在中东世界 这些好战分子常用的武器 包括比如说 盖达组织 它曾经就在网站上头 就公布了吗 就说你在你家的厨房 事实上就可以做炸弹 公布了这样的手册 对对对 这一类的手册 不只是炸弹 甚至于说 有些更精密的武器 的制作方法 在网络上其实都非常的多 很多人都可以取得 那么看得出来 这一次做这个炸弹的人 其实本身 并非是受过军事训练的 因为它整个的制作的过程 跟过去国外的 这些恐怖组织 他们所使用的 纯粹的军事的 这种制造炸弹的方式 所制造的过程 跟内容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如果说是 专家判断说 它是以美国国内的 这种右派分子 而且这些人一般没有 可能没有受过军事训练 这样的一个判断 是比较有可能的 可是因为现在 真正的这个造势者 就是背后的这个激进分子 是不是 是谁 到底是谁 然后他们什么样的背景 因为都还没有查出来 会不会有可能 根本就是自己对 美国内政不满的激进人士 我想过去的国内 大部分都是这样 没可能 那么有一些甚至于说 也有可能说找出来的话 发现这个人可能精神失常 或者说偏激 个性偏激 或者说有什么精神上面的问题 那这种都很有可能 但是现在我们来采测 都比较难去采测 因为 因为我们像大海捞阵一样 没有办法去找到 这个相关的市政来证明 倒是那个最近有关 刚发生的这个所谓的毒性的事件 那么这次用的据说是 所谓的毕马毒素 那么这一样是自人于死的 对 会自人于死 相当的厉害的 不过这一类型的 这件事情是不是跟 马拉松的爆炸案有关 目前完全看不出来 包括像德州的肥料厂的爆炸 目前也完全看不出来 不过这一次的马拉松的爆炸案 虽然是911以来 比较特殊的一种恐怖攻击形式 但是毕马毒素这种信件 这种恐怖攻击的形式 就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美国的包括说 不管是白宫或者五角大厦 这些重要的机构 他们对于所有的信件 都必须要经过安检措施 那么我记得在911的时候 在911事件发生了以后 在美国的白宫 还有国防部 还有几个重要的部门 他们也都收到一些疑似 有这种探取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信件 那么之所以美国的白宫 还有国防部这些重要机构 他们要对于信件进行安检 就是过去曾经发现过 利用信件 然后加上了这个重大的毒素 甚至于信件里面做成 信件杀人是可以的 这种状况非常的多 那么所以现在看起来 毕马毒素这样的一个东西 被查到 其实在美国的这些 重要机构的安全机构里面 应该是经常发生的 只是说现在因为 把马拉松这个爆炸事件 恐怖攻击刚刚发生 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容易把现在的 许许多的事情都联想起来 然后去寻找说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 要彼此有之间的关联 没错 究竟是不是这个恐怖攻击 连环爆呢 那么除了刚刚这个总编辑 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 毕马毒性的事件之外 还有德州的肥料工厂大爆炸 而且这个死伤相当惨重 超过60个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当然目前资讯还是非常的混乱 广告之后回来 我们有相关更多讨论 欢迎回来 时事求是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恐怖攻击连环爆吗 我们看到 这是美国德州一间肥料工厂 在美国时间17号晚上 连续发生了两次大爆炸 而威力之强 目击民众形容简直像是核弹爆发 目前知道至少60到70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当然消息还很混乱 而附近养老院和几十栋民宅 都惨遭波及 多间房屋倒塌 而肥料厂里面有许多的化学物品 还有一座肥料槽 也岌岌可危 德州的黑夜接连两身 惊天巨小 为瓦克市的肥料工厂 美国时间17号晚间 突然发生爆炸 还一连爆炸了两次 先演主播形容 那声响感觉就像是 原子弹爆发 熊熊烈火照的空中 一片红色火光 接连十几公里外 都看得一清二楚 当地消贩单位 立即派出了直升机救援 并从1000多公尺的高空 拍摄火石现场 救护车不断载送 伤患送医 估计受伤民众将近百人 其中几十人受到的重伤 包括了小孩 另外还有数十人不幸死亡 统略的火事细数烧毁附近的民宅 至少十多栋房屋全都倒塌 许多居民受困 包括一家养老院 里面的人也逃不出来 还有50间建筑 遭大火波及 房屋局部受损 旧债人员担心 肥料厂里还有第二个肥料槽 还没有爆炸 但随时都有爆炸的风险 里头的化学物质也十分的危险 或是如果不尽快控制 灾情恐怕将会扩大 导致受伤人数持续增加 这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尤其在这个波士顿爆炸之后 大家的心情还没有平复 又传出德州肥料工厂爆炸案 而烈火烧物也超过60多个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死伤格外的惨重 目前看来 是不是当然也不能排除是恐怖攻击 现在因为一旦在这个势头上头 死伤这么惨重 是不是恐怖攻击 恐怕是都很难 真的还是很难说 不过一般来说 肥料厂的 因为它的原料里头用到氨 也是一种氮化物 那么因此 它的的确确在这种发生火灾 发生爆炸的这样的风险 是比其他类的工厂 其实要高 我比较意外的是说 这一次的爆炸的确是太严重了 因为一般因为肥料厂 它的氨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本身 它会可燃会自燃 那因为有这样的危险性 所以它一般肥料厂 距离民宅的这个区域 其实都有一段距离 那么这一次爆炸都已经伤到附近的民宅 可见的爆炸非常的强大 的确非常强大 而且你看这次有这么多人受伤 而且它是在晚上八点多的时候发生 那如果说是在白天 更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爆炸所造成的伤亡 恐怕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现在看起来还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跟马拉松的爆炸案是有关 但是如果按过去肥料厂一般是作为 它本身的那种失火 或者是灾害的比例比较高的话 可能不是 那一旦如果是的话 也有意外的可能 对 也有意外的可能 对 但一旦如果是的话 这个就麻烦了 你会发现说 如果恐怖分子开始 你下一个地方在哪里呢 美国有多少肥料厂 不只是肥料厂 对啊 什么都可以成为它下手的目标 这些工厂都可能会成为它下手的目标 那么这样子 大家看起来没有什么 大家很平和的马拉松都可以了 是是是 尤其是在体育活动上是最少的 那么如果说像肥料厂 或者说其他的化学工厂 或者说是可能会造成污染 那个灾害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甚至于造成毒物到处四散的这种 这些东西的这种防范 未来的安全防范 会大大增加美国这些企业 他们的经营成本 因为这些东西的防范 真的是防波胜防 而且它的面太广了 那造成的灾害如果会这么大的话 那么对于恐怖攻击来说 对于恐怖攻击的防范来讲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那么当然现在对美国来说的 当务之急 也就是要全力弃凶 而且在这个全世界抓凶手 那么甚至还祭出了悬赏金 那么当然也希望 就是说大家 这些民众手边周边 有任何相关的照片资料 通通提供出来 可是其实我们目前来看到 这对美国警方来说 根本就是大海捞针 对的确是大海捞针 这难度很高很高吧 目前看起来他们对于马拉松爆炸案 似乎还没有一个方向 当然这个毒性的这部分 听说嫌犯已经抓到 已经落网了 那么但是在马拉松爆炸案 这个事情上可能还没有线索 那么我看美国的几个媒体 都在猜 猜说他可能是怎么样 可能是怎么样 可是看起来似乎 还是没有一个方向 完全没有方向 如果有方向的话 美国这些知识 很有名的这些媒体 他们多少都会 大概都会探索 所以目前美国警方 还是像无头苍蝇一样 我想这个不是只有警方 包括警方 包括联邦调查局 包括国土安全部 包括安全局 非常非常多 都在联合 在处理这个事情 至于说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我想也应该不会太久 因为动员这么大的能力 的人员跟物质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侦查 我想应该很快 就会有一些讯息出来 起码方向应该要找出来 要不然的话 过去美国这几年 这个反恐的活动 还有这个反恐的资源 投入这么多 结果发生一次 这么大的爆炸事件 就会不会觉得 连方向都弄不一样的话 那实在太久 这些反恐行动 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其实到目前这一报来看 就根本就是徒劳无功 会不会啊 我想还不至于徒劳无功 因为如果说 美国的这个反恐的措施 没有这么紧的话 那么这过去年恐怕还有更多 恐怕还有更多 现在只是他们觉得头疼的 就是以前 把搞不清楚的东西 通通都丢给欧巴马 或者丢给什么神学士 或者是这些 这些所谓的长期的中东敌人 现在没办法丢谁呢 已经丢不出去了 所以这个对于整个美国 反恐的策略上来说 我想应该也需要做重大的修正 反恐策略要修正 那是不是对于这个 欧巴马的中东政策 也需要有些调整呢 其实比较起来 欧巴马的中东政策 比前任的 包括小布希 他又温和很多很多了 温和太多了 以前这个还访问中东事件 而且最主要是欧巴马 他本身他是有色人种 他是黑人 对于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 其他种族的 非白人的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对欧巴马的印象 也比较好 而且的的确 欧巴马在对待其他国家的 这些有色人种 或者说是中东的国家 他们的政策 比起前几任来讲 要温和 的确要温和 而且他也比较有耐心 欧巴马也很聪明 他用很多方式 让人家觉得说 他不是那种 美国牛仔势的 强硬的要 要蛮干的那种样子 所以我认为 欧巴马的中东政策 目前进行的状况 其实是算是相当的好 那么如果说 他要调整这个 反恐策略的话 应该是 持续现在对中东的政策 然后但是对 美国国内的激进分子的 这一部分 特别要流行 尤其是一般来说 右派的激进分子 对于黑人 对于少数民族 或者说对于有色人种 其实都有比较强烈的 这种歧视 如果说 国内的右派激进分子 会成为恐怖攻击的 一个主要的主角的话 那么欧巴马未来 在国内防范 恐怖攻击的时候 就应该对于 右派的极端分子 这些要有一个新的政策 恐怕要做的更多 是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的确忽略的比较多了一些 不过我们说到 这个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 其实可想而知 在这个地球上 是绝对不会消失的 而且其实 这样看下来 我颇悲观了 觉得反而这种恐怖行动 这些攻击行动 还会以各式各样 更新的手法出现 对不对 是的 如果说我们 回顾过去的 这个恐怖攻击的 这样的一个历程来说的话 我回忆起 大概差不多在 1970年代 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杜弗勒先生 一个学者 未来学者 未来学家 写的杜弗勒 他这个书名 叫做未来的冲击 里面有一章节 提到了就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有远见 在1970年代 他就已经看到 30年以后的 这种趋势 他就讲说 在都市化 还有这个 人类的互动 跟这个地球村 这样的一个形态 形成的过程当中 恐怖攻击 会成为 社会上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因为大家 在都市化里面 彼此之间 相互依赖的情况 包括说你的设施 包括人员的流动 这些东西 都要相互依赖的情况 一点点小事情 就会造成都市生活的 一个重大的危害 包括说 一点点的毒品 他可能放在一个 水槽里头 就可能就要毒死 这个都市里头 数百万人 那么一个爆炸 可能就会杀死 数百人数千人 那么这一类的恐怖攻击 会成为 每一个现代化的政府 里面 在维护社会安全 跟秩序的时候 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三十年前 四十几年前 看到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那时候 我也还很年轻 那现在回想起来 发现说 那真的是 这个人 学者真的是 很有一套 的的确确看出来 在未来的这种 社会里头 现在的恐怖攻击 一点点的一个人的事情 就可能会造成一个 扩大 对 他那个影响 都很难很难去预料 包括说像台湾的这一次 有人 这个弄这个高铁 这个爆炸 他也是 他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股市 剧烈的震荡 或者说引起重大的伤亡 所以一个人的 小小的一件事 一个念头 然后准备了一些东西 就可能造成这么重大的伤害 这个是在过去的政府统治里头 比较难想象得到的 我们看到这个恐怖攻击的阴影 目前笼罩全美国 那么美国对外 尤其是对北韩来说 还有余力吗 好 那个北韩金正恩再度放话 批评美韩军演 但是从他的自理行间 言谈当中也暗示了 他想展开对话 我们稍后深入解读 时事求是在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北韩侠核武 连越来不断挑衅国际社会 那么昨天北韩再度放话 批评美韩军演又搞核弹 宣称他们会采取行动 而且将无预警展开 大锤式的报复行动 但是熟知 北韩情社专家就分析了 北韩的料化当中 也再度暗示 希望能够展开对话 当世界的焦点 都集中在美国 波士顿爆炸暗时 北韩政府又再度叫嚣喊话 北韩主播高亢激扬 抗议美韩军演持续进行 北韩外交部说 他们不可能接手屈辱 却跟挥舞着核棒槌的美国谈判 北韩军方将领则大骂南韩民众焚烧金正恩肖像 甚至老话要无预警展开大锤式报复行动 北韩说要上谈判桌可以 但要放弃发展核武门都没有 这话虽然说得强硬 驻韩美军高层却解读 北韩已经开始在找台阶下 暗示他们考虑恢复会谈 专家认为金正恩若利用最近在国际间不断放话威胁 确立自己的威信后 他就有可能再次修正对外政策路线 或许等到四月底 美韩军演结束 朝鲜办到情势就能缓和 两韩紧张 难道要牺牲开城工业区里面的企业吗 这个南韩方面 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的跟北韩对话 南韩政府 政府要保障了 shoe 朝鲜半岛危機 我们看到这个北韩呢 嚷嚷一个月都还没有出手 而美国自家的 后院就先失火了 发生了这个恐怖攻击跌写事件 所以说这个金正恩 他是在明处的敌人 反而是这种好对付 那么再按出像是恐怖分子等等 这个几乎没辙 好 我们先请总编辑来看看 就是说从这个金正恩 他的最新威胁当中 他释放出什么样的新讯息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重回谈判桌 几乎是指日可待了吗 是的 我想没有错 就是这个判断很正确 就是重回谈判桌是指日可待 而且也不是只有我们 这些方这样判断 包括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 也都是这么认为 因为北韩只要 他这个语气越强硬 姿态做得越多 那种吓唬人的那种姿态 表达越多的时候 表示说他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 就是越大 那么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大概算情势最紧张的时候 外界都在报道说 北韩已经把很多的 重大的重武器 还有飞弹都已经对准了 这个首尔然后对准了几个 南韩重要的军事基地 那么我当时就觉得说 看这个样子 北韩是准备有打算要试一下 但他摆这些姿态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我在这个地方 就算说发射一颗飞弹 或者说对于这个 在小岛上面发个几炮的话 那么他把这个正式摆下来 就是希望韩国知道说 一旦你要有所反应的时候 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因此他这是属于一种 压制性的这种部署 压制在这个地方 然后让在这边发射几颗导弹 然后满足他自己建立 威望的这样的需求之后 然后同时也劝 以这个东西来压制 南韩有过激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北韩这样的顾虑 其实看起来对于整个 国际政治的操作 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尤其是以现在的情况看 南韩在做决定要做什么样反应的时候 其实真的不是南韩的决定 南韩就算说国内在怎么群情激愤 如果没有美国点头 很难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应美国的 对在这个事情上 真正的player 真正的操盘手 操盘的人还是美国 所以北韩在这个事情上头 其实很多思维 恐怕还是要针对美国 而且他在针对美国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北京的因素 以现在情况下 北京对北韩的 已经略略已经显出一些 不耐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还要再这么继续下去 我觉得很有疑问 我记得差不多就在几个小时前 我已经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已经出来 但是还没有完全证实 就今天北韩已经向联合国 表达了说 如果联合国撤除他的制裁的话 愿意停止做武力威胁 然后同时恢复谈判 那么看起来这个情况 跟外界的预期其实是一样的 已经比较缓解了 即便是如此 我觉得北韩如果就此收手的话 是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联合国的制裁 可能性非常大 可能性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制裁 联合国的制裁 是针对北韩进行核事 跟飞弹发射 那么现在双方剑拔弩张 这个狠话讲得非常的多 那么一旦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如果联合国撤除的制裁 北韩回到谈判桌的话 那么等于是回到了 这个北韩发射 做核事之后的这个状况 那等于是说 北韩这次的核事跟发射飞弹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还是得力的 因为它要做了 它做到了 然后联合国的制裁也撤除了 那么这一次 北韩如果说因此有台阶下 我觉得倒是解决 现在的北韩危机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时机点 好 那有机会重回谈判桌 看来这个目标也不远了 那么可以展开对话 但是你说 有没有办法像之前 重启六方会谈 不知道 那是不是多方 有哪几方 会不会北韩通通不要 它就是只要求 我只要和你美国 进行双边谈判 我想以这个目前的情况来说 不太可能 只有北韩跟美国 我想也由不得他 这个当中还有其他几个 主要的这个角色 包括说中国的角色 还有俄国的角色 那当然南韩 它也不能例外 还有日本 所以以现在这个情况看 美国说 北韩说我要单独跟美国谈 我想美国也不太会同意 所以这目前看来这个 它最后可能还是要跟几个大国 对 我想延续之前的 所谓的六方会谈 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架构 因为大体上来讲 它顾及到了整个 在亚洲地区的几个 主要的强权跟实际参与的这些人 所以这个金正恩也许 对于这个六方会谈 没什么兴趣 可是这个我想也由不得他 因为也由不得他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来看 会有让步的可能吗 我觉得以现在情况看 如果说美国本身 因为恐怖攻击的事情 只顾不小 他当然也希望能够尽快 把这个北韩这个事情解决掉 那如果说联合国愿意 透过安理会或者是他们愿意 撤掉他的制裁以后 让北韩回到谈判桌 我想这个对于美国 现在的政府来讲 的确是少了一个心头之话 因为他明明知道北韩不会打 可是北人天天在那边要挟 然后海南韩紧张得要命 他必须要不断地派出军机 派出军舰去跟海南韩演示 而且如果联合国一旦撤销了 这个制裁案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说 这个下台阶相对漂亮 相对还算是比较好的 对 因为这个是联合国的决议 与联合国一旦撤除掉制裁 北韩又有台阶可以下 美国也可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把心力全部回去 处理他的恐怖攻击的问题 所以对于美国 对于北韩 或者是当然包括南韩 还有中国来讲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下台阶的方式 不过目前看来 当然啦 就是说这个北韩态度 还是依旧非常的强硬 那么在南韩方面 当然一再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一再喊话说 希望能够跟北韩对话 但是北韩似乎也不甩啊 然后而且在这个时刻还拒绝 这个南韩企业代表 运送救援物资 给滞留在这个开城工业区的 南韩员工 那么目前看来 这个人数大概有209人 好那这个情形 如果持续下去 会不会断粮啊 断粮我想不至于啦 因为对于这个 开城工业区所滞留的 南韩员工来讲 这些人是人质 人质最重要的是 只有活着的才是人质 死了就不是人质 所以我想断粮状况 不会发生了 那因为北韩老百姓断粮的状况 已经非常严重了 那么让这个人质断粮的状况 应该不太会发生 那以开城工业区这些人来讲 如果说人质的状况越惨烈 也就是他基本上已经拒绝 或断绝了南韩给他的这个 这个援助的时候 就表示说 他急于找台阶的这个时间的迫切 心理越强 因为一旦他只要让人质的这个状况 越困难 那么对方 也就是南韩跟美国 软化的可能性就越高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北韩就会有可能 会比较快的时间 就可以找到台阶可以下 所以我想 这个纯粹在双方的 都是一种策略的运用 可是这个优关人道问题 他这么一来 不会让两韩关系更加恶化 就说 还是说 就像您刚刚讲的 这是北韩自有盘算 是的 但我想 北韩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还会去考虑到人道的状况 现在因为他这是在 国际政治上面的一个 武力的对峙 跟策略的运用 对于 如果说 北韩这个问题 最后到双方都能够 找到台阶下 双方都能够 把这个危机平息下来的话 这就已经是 对于最有人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只要能够 问题能够解决 人道在这个里头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并不是主要的议题 不过在这个时刻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是 从这个香港媒体报导的 就说美韩最新的 有一个5027计划 也就说 这个一旦朝鲜半岛 如果在局势紧张的话 就算中国大陆出手 相助北韩 那么美韩联军 也能够在两个星期之内 就可以攻陷平壤 那如果说 北京是袖手旁观的话 那么根本不出两个星期了 短短几天 事实上联军 就可以拿下平壤 在这个时候 还有这样的消息传出 代表什么 不是说这个朝鲜半岛危机 要缓解了吗 是是 这个是 这样的一个报导 我觉得纯粹是 可能媒体人 跟作家 还有某一些专家 大家做的沙盘推演 至于说 北京参与 它是不是能够 两周内攻陷 或者北京袖手旁观 短短几天 我觉得这个纯粹 听起来有点像 在玩电脑游戏里头 那个战争游戏一样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说美国今天要攻打 这个北韩的时候 势必也会依循它之前攻打 包括说利比亚 这样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它一定要通过联合国 这个程序 以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 跟不管是常任 或非常理事国的结构来看 美国现在要通过 在联合国里头 通过这样的东西 去对美国进行武力制裁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只是 不是只有北京会反对 连俄罗斯都会跟着反对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它也没有必要 因为包括以前 在中东打了几场战争 对它来讲 已经消耗非常的大了 花了这么多的钱 到现在为止 还没办法完全抽手 如果说再增加一个北韩 那对美国来讲 它已经在三方作战 一个在阿富汗打 一个在伊拉克 然后另外一个 现在又要再弄一个北韩 我想这个对于 已经深陷财务危机的 这个美国政府来讲 再搞一个这样的东西 恐怕它会撑不下去 而且在整体的形象 全世界的形象来说 它对它的外交政策来说 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不过我们来看到 这个时程时间点 就是说很多专家预测 就在月底 美韩军演告一段落之后 是不是这个朝鲜半导危机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是我们都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是在月底 也差不多是 是什么时间 我们现在很难判断的 不过看起来 如果说北韩已经提出条件 就是说联合国撤除制裁 那么对它来讲 已经算是它的一个胜利 因为它核事也做了 它飞弹也发射了 结果那你现在 总算把制裁撤除 撤除了以后 我会回到谈判桌 它将来还要核事 还要继续飞弹发射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做 对于北韩其实没有太多的拘束力 所以以现在这个情况看 如果它提出了 撤除联合国制裁 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很可能 北韩已经打算要找台阶下 而且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 拖的可能性 我觉得倒不会太大 因为再拖下去 其实对北韩没有好处 而且万一夜长梦多 中间如果说有什么 有什么闪失之类的 那个恐怕要找台阶下 台阶已经不见了 那就反而比较麻烦 趁现在台阶有了 就赶快顺势而为 而且美国现在 因为国内恐怖攻击事件 那也是 焦头烂额 焦头烂额 急于想要找台阶下 我想实际上来讲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时间点 就是财切尔夫人 这个英国前首相 铁娘子 她的葬礼 也在昨天举行 当然是背急哀容 但是掌声和虚声 也并起 当然也是对照 她的一生 广告之后回来 相关讨论 她的传奇人生 时事求是 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走过87年岁月 英国前首相 财切尔夫人 昨天隆重下葬 回顾她的一生 褒贬两极 英国人很喜欢说 财切尔是 杂货店老板的女儿 但是这个杂货店老板的女儿 主宰了英国命运 她还已故 美国总统雷根 合作对抗共产主义 那么财切尔 也曾经四度访问大陆 她想让中国对香港死心 接下来带您来看看 铁娘子的传奇人生 人生的门此刻开启 却是开启 陆木的时刻 车里是一国 铁娘子的遗体 柴切尔夫人走了 这天 四月第二个星期一 想念87岁 87岁的英国前首相 人生的最后时光 在伦敦历史饭店度过的 从此离开她 奋斗一生的英国前 那天早上 她在历史饭店的套房 坐在床上读着书 安静的 早上是1点28分 还没来得及享受 她最爱的鸡汤 和柠檬蝶鱼的午餐前 重风离食 那个动荡时代造就了不凡的人物 柴切尔夫人 她的不凡 不只来自于她的性别 不只是她的出身 更是连男人都难以批底的坚强意志 英国人喜欢说 柴切尔是杂货店老板的女儿 小柴切尔和父母姐姐们长大 争气的始终是班上班长 即使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化学系 但她们忘记从小父亲的生肖 这位热衷地方政治和信仰的牧师 坚持是非 活出不只是财富的呼召 影响柴切尔一生 不时靠着美丽 柴切尔水蓝色的眼睛背后 思考着一个使命 要让大英帝国复兴昔日光芒 而冷战时期 韩以乎美国总统雷根 合作对抗共产主义 两人交情之后 雷根1981年还曾在G7峰会上 亲手画下柴切尔的铜鸭 柴切尔也曾四度访问中国大陆 想让中国对香港死心 但是铁娘子硬 被毛泽东封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更硬 柴切尔留给英国最大的礼物 或许是当年坚持不加入单英货币 让十二年后的英国 避免卷中债务风暴下 我们不知道 柴切尔坚毅的背后 其实是多少挣扎 据说他每天只睡四小时 据说每天他得回家 借一杯威士忌来放松 据说他老年和好朋友雷根一样 罹患了老年师之症 据说他和子女的关系疏离 当他走时 最亲的家人不在身边 但是让我们记得他的热情 他的义无反顾 一生破例和坚持 或许当1990年 他离开首相官邸时 那是他第一次终于卸下物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应该是铁娘子一生 最令人动众的柔情 财切尔夫人的葬礼 掌声 嘘声 送完他最后的一程 那么当然对照他的人生 也是如此 他生前推动的政策 和强硬的作风 当然争议不断 那么首先我想要听听总编辑 就是我们看到 各方对他有很多相关的评价 而另外从刚刚我们的 专题报道当中也看到了 事实上对全球华人来说 财切尔夫人在他首相 任内最重要的决定 也就是说那时候宣布香港回归 那时候签订一个中英联合声明 那么还有在 事实上在1982年的时候 刚刚有看到了 那个铁娘子那一摔 在这个北京人民大会堂 因为和这个邓小平密会之后 结果在出来之后摔了一大跤 那么有人形容说 他这一摔也摔掉了香港 好 我也想要问问 就是说请总编辑来谈谈 怎么看待这个英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于刚刚在画面里面也看到了 就是说铁娘子出来了以后 在人民大会堂前面摔了那一跤 那么有人说这个是摔了这一跤 把香港给摔掉 其实当时候的说法 从事后看起来 他是已经在大会堂里面 把香港摔掉了以后 出来了以后 这个恍神了 才会在这个人民大会堂前面摔掉 因为那个 在人民大会堂前面摔那一跤 在整个全球的外交史上面来讲 这个都是非常罕见的 那么以财奇尔这么 对自己自律这么高 那这么谨慎小心的人 会摔那一跤 说实在实在是 一定是当时候的心情 情绪的浮动 然后这个精神 然后无法 注意力无法集中 所以外界当时候就判断说 就是因为当时候 他跟那小平在人民大会堂里面 那一段时间的密谈 密谈的结果 他知道他必须要放掉香港 所以他对于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 要放掉香港这么重大的一个决定 他必须要去筹划说 未来这段期间要怎么去做 因此呢 由于想的太多 想了这些事情 出来的时候走路就反而不小心 那么人民大会堂 那个阶梯比较浅 那每一阶不是那么高 而且他非常的长 而且还有一个 他对那个颜色上面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你走的时候 对很容易採空 尤其对于年纪比较大的人来讲 眼睛看了不是那么清楚 这很容易採空 那么那一次的外界 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中国在流传的 就是说密谈谈完了以后 人家问邓小平说 这个你们谈的情况怎么样 邓小平说 这个是东风压倒西风 看得出来说 的的确确就在这个会议上面 他要把这个香港收回来 而且英国也基本上达成这样的默契 不过整个来说 柴奇尔是从二次大战的首相 丘吉尔以来 应该算是最杰出的一位 政府领导人 最杰出的首相 而且也是全球知名度 最高的首相 你看他当时候决定的 这个保守主义 带有保守主义色彩的 这种的经济政策 到现在为止 都还影响 在影响英国 包括说影响英国 当后来没有加入欧元 包括说英国的整个 社福政策的走向 跟欧陆分道扬镳 我想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与程庇 对 那说到对他的评价呢 因为其实真的是 褒贬两极 而且一堆这个左翼分子 说也要到他的葬礼上 事实上有趣啦 就是要声讨他嘛 对 但几乎所有的 有杰出的成就的人 都是两极评价 因为他必须要承担一些骂名 然后才能够去 推动一些政策 所以杰出的领袖 经常都是如此的 好 关于柴契友的一生 事实上还有很多 精彩与争议的部分 值得一谈 在今天非常感谢 总经级来到我们的 节目现场 为大家深入点评 那么时事求是 我们再会